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宇哥介绍一部十分感人的科幻片《机器管家》 影片开始后 是一对机器人零件在流水线上组装的画面 这些机器人是由北安机器人公司制造的 这一天 北安公司的送货员驱秋来到一家豪宅门口 将一只巨大的金属箱抬下来 送到订购人马丁家中 这是一个四口之家 成员分别是男主人马丁 夫人以及大女儿二女儿 这是一只人形机器人 二女人及夫人看的目瞪口呆 男主人马丁又遥控器打开开棍 机器人动了起来 他们为机器人取名叫安德鲁 安德鲁开机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通过全息投影为主人讲述机器人三法则 第一,绝对不可以伤人 第二,机器人必须对人类唯命是同 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法则相抵触 第三,机器人必须保护好自己 但大前提是 不能和前两项法则相抵触 从此以后 机器人安德鲁被安排在了地下室 成为了家中的一员 等到家人都去休息后 他便抽出身上的电源线 接在插座上充电 电流一闪一闪的流进他的身体 起初 夫人有点不适应和这个新来的机器人共同生活 但在男主人马丁的事业下 他给安德鲁安排了一些清扫之类的家务 他完成的很好 将家中清扫的井井有条 可即便如此 夫人仍然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存在 连他十分不自在 家中的大女儿 更是个顽略自私的女孩 居然命令安德鲁从二层楼上跳下去 安德鲁听话的照做了 这下可跌得不清 他摔了个遍体鳞梢 马丁生气的将所有女儿叫出来 安德鲁是我们的财产 但很重要 我要你们把他当成一家人看待 不准破坏他 好在安德鲁有自行维修的能力 虽然这次摔得很重 但索性可以修复 并无大碍 二小姐丽莎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这天她在海边 竟一只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水晶马地给安德鲁看 可安德鲁通忙间没接吻 水晶马从指尖滑落 摔了个粉碎 水晶马碎了 二小姐莎莉的心也碎了 她气愤的命安德鲁走开 犯了错的安德鲁也很内疚 她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望着地上的树枝 心中有了主意 回去后翻越木工相关的书籍 强行快速学习 傍晚 一只栩栩如生的木雕马出现在二小姐的床上 莎莉很喜欢 开心的跑去对安德鲁说 这是我收过最好的礼物 次日一早 马丁也看到了这件巧夺天宫的艺术品 她怎么也不相信一个机器人能做出如此精巧的物件 但安德鲁说 这确实是自己做的 我们机器人是不会说谎的 傍晚 地下室突然传来歌声 马丁穿着睡衣下楼查看 没想到安德鲁竟坐在唱片机前欣赏的音乐 一脸陶醉的样子 于是马丁将这台有点与众不同的机器人带回了北安机器人公司 对公司的老总说 我家的安德鲁很有个性 他居然具有学习和创造能力 以及情感方面的感知力 马丁想知道 公司的其他机器人是否也和安德鲁一样 很显然 其他机器人并不像安德鲁这样特别 北安老总问马丁 你想退钱还是换心 这胖子会脱异了 马丁只是想听见他们的见解 老总想出高价回收 他又研究一下安德鲁的脑回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毕竟这事要是传出去 会引起其他客户的恐慌 马丁却一正词言的拒绝了他 他认为安德鲁的个性是比无价的财富 千金不换 回去的路上 马丁做了个决定 他要减少安德鲁的工作量 让他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创作 为了激发他的潜能 马丁还打算教他一些别的东西 就这样 安德鲁回去后 在二小姐的陪伴下 开始学习雕刻木质钟表 并和马丁一起学习之前没接受过的知识 比如人类如何繁衍后代 以及怎样才能通过讲笑话来逗笑别人 具有幽默感 这天全家人在院中聚餐 安德鲁开始献血献脉的为大家讲起笑话来 他将一家四口斗得前仰后合 开怀大笑 之后与他关系最好的二小姐莎莉 又教他弹起了钢琴二同窗 安德鲁学得很快 悠扬的旋律从指尖倾泻 不知不觉间 二小姐已经长成一位大姑娘了 安德鲁却没有任何变化 大小姐则变成了一个叛逆的小太妹 安德鲁用他所学的技能 丢壳制作了无数只落地中 家中已经摆不下了 马丁建议 将他们卖掉 但二小姐觉得 应该把挣来的钱给安德鲁 马丁虽然嘴上对女儿说 她只是个机器人 你不能对机器人投入太多感情 但她还是带着安德鲁 找到了自己的律师好友 为她开立了一个银行账户 这样之后就能自食其力了 安德鲁也很开心 这一天 安德鲁在地下室工作时 二小姐来找她 这一分心 大拇指被机器切成了两截 可见她对二小姐的感情 二小姐说 她的男友法兰克 昨晚向自己求婚了 可她心中有所犹豫 身边有个温柔 风趣的朋友 对自己很重要 她说的自然就是安德鲁了 但安德鲁并不知道 说的就是自己 二小姐也没有点透 因为她明白 自己是不能和一个机器人结婚的 马丁带上安德鲁 再次来到北安公司维修手指 安德鲁提出 给自己升级 让自己的表情更丰富一些 这样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 北安老总说 这个我们能做的 但这个升级可价格不菲 报价出来了 安德鲁一看 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薪水 老总都快哭了 这可比我一年的薪水还多 在二小姐的要求下 安德鲁换上燕尾服 在她的婚礼上负责招待宾客 她的表情比以前更加丰富了 可心里却感觉空落落的 安德鲁向主人提出 自己想今后一直穿着衣服 马丁应允了 还让安德鲁像人类一样坐在了椅子上 安德鲁将婚礼的过程通过投影的方式 重放给主人观看 可马丁只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 她伤感的说 我的两个女儿都离我而去了 安德鲁安慰她 在下还在这里 马丁听后很欣慰 即便所有亲人都离自己而去 至少安德鲁还在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 二小姐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她叫罗伊 是个顽皮的男孩 这些年安德鲁读了不少书 此时的她已博学多才 研读了人类的历史后 她想像革命前辈一样争取自由 于是这一天她向主人提出了请求 安德鲁愿将自己账户里所有的钱全部献上 以换取自由之身 她说自己会和以前一样侍奉主人 唯一不同的是 自己不再是马丁一家人的财产 此时的安德鲁已越来越像人了 她像人类一样具有七情六欲 以及自己的思想 马丁虽然很不情愿 但她尊重安德鲁的选择 将支票还给她 并给了她自由之身 虽然安德鲁表示 自己会继续留在这里被主人服务 但马丁却像小孩子一样赌气 赶安德鲁离开 于是安德鲁一脸落寞的收拾东西 离开了主人家 在海边找了一间房子住下了 一转眼十六年过去了 这一天 以离婚的二小姐来找安德鲁 说父亲要见她 垂垂老矣的马丁 在连终之际再次见到了安德鲁 她说 我错了 你当年的要求是对的 很高兴你拥有了自由 然后握紧了安德鲁的手 向他道国谢后 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孤身一人是寂寞的 机器人也一样 安德鲁决定去寻找 和自己同性号的机器人 北安公司拒绝透露任何消息 他只好独自踏上了 漫漫寻有之路 安德鲁走遍了世界各地 可这些机器人不是坏掉了 旧室年久失修 已然无法继续工作 安德鲁足足找了十年 都没寻到自己的同类 直到有天 他听说旧金山 还有一个最近 刚刚被整修过的同款机器人 安德鲁不远万里赶到了这儿 果然 在这儿发现了一只 性格活泼的女款机器人 他喜好音乐 随着旋律 有节奏地在街上跳舞 安德鲁悄悄跟着他 来到了一间研究所 敲开门后 这种女机器人接待了他 他叫提雅 安德鲁本以为 终于找到了与自己 同样具有思想的机器人 可询问后才得知 提雅只是开启了个性晶片 并没有思维能力 这时 巴恩斯教授出来了 北安公司的机器人 就是他父亲发明的 父亲被解雇后病逝了 他将这项研究继续搞了下去 此时的巴恩斯 也可以为妙为孝地 复制出人类的外观了 可人们十分惧怕 这种极其真实的机器人 有朝一日会取代自己 所以他得不到支持 但在安德鲁的资助下 这项研究终于可以继续下去了 于是 在巴恩斯的帮助下 安德鲁再次升级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 他有了和人类 几乎一般无二的外貌 已经可以以假论真了 胜过急后的安德鲁 上门来找二小姐 把正在谈琴的二小姐吓坏了 可他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个人 也不知道谁是安德鲁 原来 他是二小姐的外孙女 波夏 真正的二小姐已是位老人 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 此时的安德鲁 极度渴望能得到家庭的温暖 于是 他开始没事就来找波夏聊天 用自己的小笑话 都妹子开心 没过多久 二小姐因中风病危 住进了医院 安德鲁握起二小姐的右手 沙利的左手手中 死死地钻着那批他雕刻的木马 原来二小姐 一直将其当作护身符一样 留在自己身边 他俩彼此温柔地对视 什么都没说 沙利缓缓地闭上双眼 他走了 泪水从波夏的眼中速速滑落 安德鲁痛苦万分 你能哭 我却不能 这实在太残酷了 我心里好痛 却无法表达 是不是每一个我关心的人类 都会死去 恐怕是的 波夏答道 安德鲁无法接受这种情况 在研读了很多医学书籍后 用他的创造性思维 画出了所有人体器官的图纸 巴恩斯通过这些图纸 与机械结合制成了人工器官 安德鲁甚至将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都设计好了 他可以大大强化机器人对周遭事物的感觉 加装后对不同事物的感觉 以及情绪都会和之前完全不同 不但能体会到美好 也能体会到痛苦 这是一把双刃剑 之后的日子里 安德鲁如往常一样 经常来到波夏 联一起聊天 下棋 在宴会中肩并肩 手牵牵起舞 安德鲁努力让波夏开心 波夏与着安德鲁的幽默风趣毫无抵抗力 可喜欢归喜欢 他却仍将安德鲁当机器人看待 不敢付出自己的感情 人工器官全部完成了 于是 在巴恩斯的帮助下 安德鲁再次毫不犹豫的升级了 他由机器人彻底的转型为了生物 再次回到波夏身边 有了中枢神经系统 安德鲁如愿以偿地感受到了疼痛 还第一次体验到了接吻的美妙感觉 但波夏告诉他 自己即将结婚了 安德鲁听后礼貌地表示恭喜 波夏有点生气了 你如果想成功的话 就不能表现得这么牵扰 你可以去冒险 去犯错 去听听自己的心声 安德鲁与巴恩斯一起 偷偷来到波夏的订婚宴会 见到波夏的肩下巴准心狼后 安德鲁猝意大发 此时的他也有了嫉妒的情感 巴恩斯对失落的安德鲁说 我还可以给你继续升级 将你改造成一个百分之百的人类 有味觉 能吃东西 还能与人类发生性关系 享受到性快感 于是安德鲁再度升级后 找到波夏 小之意情 动之以理地劝他 别嫁给那个尖下巴的塔尔斯 之后他俩再次吻在了一起 他与波夏第一次在床上体会到了雨水之欢 有了味觉的安德鲁胃口大开 一连吃下了四盘美味佳肴 这时波夏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咱俩在一起的话 世人是不会接受的 安德鲁也明白 自己不是人类 但他是不会妥协的 他希望法官能通过一项法案 承认自己是人类 这样他才能有与波夏结婚的权利 法官却不以为然 认为安德鲁是人工生命 安德鲁听后据理力争 你们很多人体内的人造装置 还是我发明的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们不也是人工生命吗 我虽是人工生命 但我的心却和人类一样 可法官最终还是认定 由于安德鲁可以长生不老 所以他并不能称之为人类 这项法案被驳回了 安德鲁听到这个消息后 沮丧的离开了 数年以后 波夏也渐渐老去 他已75岁高龄了 他虽与安德鲁生活在一起 却得不到世人的认同 波夏说 自己不想知道发明的DNA仙丹 也不会更换自己的器官 他不想违背自然法则 长生不老 只想自然的死去 安德鲁听后很伤心 可是没有你 我活不下去 于是安德鲁做了最后一个决定 找巴恩斯帮自己 换成了人类的血液 他的生命也有了界限 不再长生不老 他的身体已和人类一般无二 几十年过后 白发苍苍 皱纹满面的安德鲁 再次来到法庭 要求法官承认自己人类的身份 身为机器人 原本可以长生不老 但他却安排了自己的死亡 他宁愿身为人类而死 也不愿身为机器人永生 面对法官的疑问 安德鲁说 我不要名声 不求认可 只要你们承认我身为人类的本质 仅此而已 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不管我是生 是死 都要保留我的尊严 面对眼前这位迟暮的老人 法官犹豫了 他需要与陪审团商议之后 才能做出判决 终于到了判决的这天 病床上的这对抗力手牵手 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法官最终宣布 承认即将年满二百岁的安德鲁 为有史以来最长寿的人类 这也意味着 他与波夏的婚姻是有效的 可安德鲁已听不到这个判决了 他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但这并不重要 波夏会给他带去这个消息的 护士提亚帮波夏拔掉了维持生命的插头 他俩可以在天堂见面 延续两人的爱情了 这是一部P的科幻外衣的爱情片 它幽默而又不是温馨 是一部让你先笑后哭的影片 能在冬日里看这么一部片子 宇哥浑身上下都感觉暖暖的 贯穿本篇的中心思想是爱 安德鲁由爱而生 因爱而终 最初的爱是老主人马丁给的 起初马丁只能安德鲁 和其他普通机嫌一样看待 让他打扫卫生 洗碗 照顾两个孩子 直到有间 他发现这个机器人有点特殊 他居然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感 但他知道自己做错事后 会努力尝试弥补 打碎水晶马后 居然自己学会了制作木雕 还与二小姐成为了好朋友 马丁是安德鲁的主人 却更像他的父亲 他看到了安德鲁的潜质 拒绝了北安老总的开价回购 悉心培养 还给安德鲁开立了银行账户 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人从不会停职不前 他们总是会成长 再好的妇女关系 女儿终会有长大 出嫁的那天 婚礼那天 马丁的心中很矛盾 他既为女儿找到归宿而开心 因为女儿的离去而伤心 好在安德鲁那句在下还在这里 令他感到由衷的欣慰 是啊 机器人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就算女儿出嫁 爱人病逝 至少安德鲁会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更重要的是 这并不是一个冷冰冰 只会执行命令 完成任务的机器 他有自己的思想 他俩之间是有感情的 这种情感最为珍贵 可马丁没意识到的是 这东西是把双刃剑 安德鲁竟然有思维与感情 就意味着他除了身体 和人类在其他方面的区别 也不大了 他渴望自由与独立 当安德鲁提出想要自由时 马丁心中再次矛盾起来 但他最后还是尊重了安德鲁的选择 这一切都源自于爱 此时他俩已脱离主仆关系 虽不是家人 却更似家人 安德鲁虽然很爱二小姐 在要他出嫁时 安德鲁却没有阻拦自己所爱之人 他的迟钝 令自己与幸福失之交比 主人的离世 令安德鲁体会到了孤独 他想找到同他一样 只有独立思想的同类 可走遍世界各界的他 最终发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知音难觅 但好在他遇到了巴恩孙 既然找不到同类互相扶持 共度余生 那只要把自己改造的像人一样 二小姐就能接纳自己了吧 于是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升级 一次比一次更像人 即便每次都会伴随着疼痛 但为了能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 这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可二小姐没等到他进化完成 便离开了人世 好在还有他的外孙女波夏 在她将自己的身体完全改造成人造器官后 波夏接纳了他 即使世人不承认安德鲁是人类又怎样 不就是一张结婚证吗 波夏与安德鲁勇敢的在一起了 安德鲁以为此时的自己 身心都已经进化为人类 并自以为是的以为 所有人毕生都在追求像机器人一样的永恒生命 于是他为自己也为人类制造了人造器官 以及延长寿命的DNA鲜单 可波夏再次为安德鲁上了一扣 生命正因为他的有限 才如此美好 人类才会珍惜过好每一天 安德鲁明白 没有了波夏的自己是活不下去的 于是他为自己做了最后一次升级 给自己的生命也设定了界限 有点讽刺的是 常人皆想和机器人一样长生不老 机器人却想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可以死亡的人 这一切还是源自于爱 马丁教会了安德鲁什么是爱 便将自己的爱传递给安德鲁 安德鲁又将其投射到二小姐 即波夏的身上 现在 影片又将这份爱传递给所有观众 爱可以让我们勇往直前 克服重重险阻 战胜一切困难 只要有爱 即便在三九寒冬 你也会感到暖意十足 就让这部电影 伴随着宇哥的讲述 在这寒冷的冬日温暖你们 也希望大家将这份爱分享 传递给你身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宇哥给大家隆重介绍一家有正品代理资格的店铺 这是一家五年老店 有十六个品牌的正品折扣价格 有些商品低至官网价格的五折 其中耳熟能详的品牌有 德国品牌 日梦瓦旅行销 机场装逼必备装备 瑞典品牌丹尼尔·惠灵顿手表 干净轻薄 情侣表的不二之选 韩国潮牌 Gentle Monster 明星人手必备 小脸的秘诀 英国设计师品牌 Self Portrait 价格清新 最近女明星和名媛的小秘密 有异象的朋友 可以加店主微信详细咨询沟通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